先生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签到 立法院长韩国瑜接下来也将一贯例出任主要推动民主外交的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 不过近期国民党频频质疑三月就要改组 交接作业却没启动难道民进党有意卡寒吗 那吴钊燮作为代理董事长已经面对面的向韩院长来拜会跟说明 王宏伟委员 赖世保委员最起码的查证做不到吗 打一通电话给韩国瑜院长查证一下做不到吗 而且外交部也证实吴钊燮23号已经跟韩国瑜见面 让卡寒一说不攻自破 不过现在传出韩国瑜其实是对执行长人选颇有想法 如今求求也大 执行长一职也备受关注 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人涉事破坏惯例或破坏体制 呼吁民进党不要再做这种小动作 民进党就算章程没有规定 我们也会依循惯例来进行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的董事长也应当依过去的惯例 包括执行长的任命也要能够来依循过去的惯例 就是由总统这边来任命 过去都是由总统任命 绿营也喊话别坏了体制 不止人是一题平平护杠 就连基金会补助国民党都认为独后绿营 让民进党无奈明明是按习次分配 却被蓝营拿来做文章 当然现在国民党是国会最大党 所以在接下来 国民党当然也会成为这个政党分配里面 能够分配到最多的政党 但对不起 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国民党一规定 可以分配到最多 就说民主基金会开始变成蓝油油 因为这种说法太蠢了 从连续到补助金流林一一辟油 但连续还未定 就怕接下来还有得吵 没新闻最后报道